第三百五十几 凶残 无神医这个名字一出现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 在苍蓝界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天骄榜前十的 都是苍蓝界的绝世天才 能以第三境的修为 占平甚至战胜 第四境的修士 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是天骄榜前十的九位 联合在一起 也不一定能够击败无声医 没有人知道 无声医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但是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位列天骄榜第一 可谓是异军突起 原来这个人就是无声医啊 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是却没想到居然这么强 是啊 这些人也是活该 居然撞在了枪口上 一招击杀 上千通缉 这真的是人类能够办到的吗 一群围观的舞者择舌 听起来 就像是天方夜谭一般 但现在事实出现在眼前 让人不得不信 这让无数人受到了打击 还能不能够愉快地玩耍了 别人同级舞者 生死搏杀 哪一个不是机关算金 拼命才能赢 现在呢 无声医直接放了一个大招 直接一击击杀了上千人 可谓是让无数自诩 同级无敌之人脸红 好强啊 不愧是天骄榜第一 一搜搜的非洲上 十大宗门的精英弟子们 也是暗则舌 没想到这位无声医 比传说中的还要强 一些年少气盛的宗门弟子 原本还对于天骑宗的排名 不以为一 认为大家都是第三境的修士 就算是强 又能够强到哪里去呢 但是没有想到 第三境也能够强到这个程度 刚才那一招 就算是让一位 第四境的修士来做 都不一定有无声医做的好 非洲之上 不光有年轻一辈人 各大宗门的顶级战力 全部到场了 为的就是防备天魔子脱困 同时也是为了争夺 天魔子手中的东西做准备 大量的资源 一次性攻击的法器 俘虏等等 都被吓发到 门中弟子的手中 这些武器最多 也就能够发挥出 第三境巅峰一击 而且成本昂贵 但是为了收获 各大宗门 也是不计成本了 十大宗门 此次出动的弟子 盗兵之类的 加在一起超过了百万 其中第三境的修士 足足七十万以上 可想而知 十大宗门下了多么雄厚的本钱 一旦发生意外 可以说这损失连十大宗门都扛不住 足以伤筋动骨 但只要得到天魔子身上的东西 就算是一百万弟子盗兵 死伤绝了 那十大宗门也能够忍受这个损失 毕竟天魔子手中掌握的东西 足以让各大宗门 陷入瓶颈中的第九境修士 一溃其善的境界 这对于无法寸进之人来说 可以说是为此付出了一切代价 这要幸运地突破到 第九境之善的境界 想要重新建立起来一个 更强大的宗门 也不过是弹指时间而已 百万人何其壮观 这还不算从各地赶过来的散修 要是算上散修的话 足以突破两百万人 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两百万人 而是强大的修士 毫不夸张地说 要是这两百万人一起发力 只是一瞬间 整个地球都会被打得千疮百孔 无数的人进入古灵秘境之中 古灵秘境开启的时间不定 有可能是三年 也有可能是十年 关闭之时 整个古灵秘境之中都会发生异变 如果不能够及时地退出古灵秘境 那就再也出不去了 从发生异变 到最终退出古灵秘境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事宜 除非你是特别的倒霉 太过深入古灵秘境 否则都是有时间及时地退出的 这一次 不光散修之中 又压制了自己修为的修士 各大宗门之中 也同样派出了一批 陷入当前境界不能突破 没有潜力地修士 压低修为进入其中 无数的舞者兴奋莫名 进入古灵秘境的一瞬间 就被随机传送到 广阔的古灵秘境之中 好浓郁的天地灵气 足足比外界强出了一倍 这时 碧洛根 还有金盐花 好多灵药啊 一时间 进入其中的散修 被晃花了眼睛 外界珍惜的第三件灵药 在这里 就像烂大街一般 到处都是 而宗门的精英弟子 则是开始与大部队会合 看都不看这些灵药一眼 这一次最重要的目标 是天魔子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丛林之中的兽火声 接二连三地响起 一头头的妖兽 散发出了庞大的波动出现了 好多的妖兽 快跑啊 一群上千人的散修 听到过 古灵秘境之中的凶险 开始本能地抱团 此时这一支队伍 遭遇到了麻烦 百时来头妖兽 忽视眈眈地盯着 这些两条腿的生物 双眼放光 口中的咸水 不断地滴落在地上 大家不要怕 这些妖兽 比我们少了很多 更何况这些妖兽 外界也不是没有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这些妖兽 还不是分分钟被我们击杀吗 其中一个老人 站出来登高一呼 从者云集 这位老人乃是一个大家族的长老 此时进来 也是为了十大宗门的奖励 老人修为高达第七境 此时压制了修为 也不是一般的第三境能比的 一群妖兽 面露不屑之色 这一群人居然还敢反抗 真是不知死活 一头身长六米的漆黑老虎 迈着优雅的步子 向着这一群散修走了过来 头颅高高地扬起 锁过之处 妖兽们都把头颅埋在了地上 以示臣服 擒贼先擒王 待老夫先去宰了这头妖兽 李渡面露不屑之色 在他看来 一群生活在秘境中的妖兽 就如同温室中的花朵一样 自己出马 肯定能够受到青来 捏出 守死 老人的脚下 抬了一件第三境的月牙轮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瞬间就突破了五倍音速 脚下踩着的月牙轮 向着黑色猛虎妖兽斩下 当 扑 黑色猛虎妖兽不闪不闭 等到月牙轮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后发先制地抬起了爪子 直接拍飞了月牙轮 而后 右爪猛然地穿过了李渡的胸口 李渡整个人被撕裂成了两截 摔在了地上 猛虎一声咆哮 像是发号施令一般 百鱼头妖兽开始了进攻 而此时这一副场景 在古灵秘境之中 到处都在发声 一根根晶莹剔透的鱼线 从天空之中落了下来 垂落在一处风平浪静的地面上 北风目瞪口呆的 看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灵药 瞬间有了一种 被幸福砸晕了头的感觉 你来过来的灵药 你来过来的灵药 那么多快 你来过来的灵药 我来过来的灵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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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你来过来的灵药